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473集 短暂平复了一下恐惧的心情 冯斌说道 你既然有视频 那你拿出来我看看呢 听到冯斌的话 马之刚一愣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犹豫 这个过程里 冯斌一直盯着马之刚的脸 看到马之刚这副表情 他嘴角上扬 冷笑道 我冯斌可不是被吓大的 想糊弄我 门都没有 被冯斌这么一急 马之刚猛地把头抬起来 与冯斌针锋相对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没有吓唬你 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呢 我 看就看 说完 马之刚从兜里面把手机掏出来 翻到那个视频 把手机扔到冯斌的面前 冯斌打开视频 看到视频里面的自己时 他面色一变 瞬间紧张起来 可随着视频进行 他脸上表情逐渐恢复了轻松 当他看完整个视频以后 把手机又丢回马之刚的面前 失笑了一声 你这视频里面 可没有拍下我换肉的证据啊 你是不是天真的以为 这东西到法院里面会有用啊 面对冯斌的质问 马之刚一时间语色 他刚才之所以会把视频拿出来 一方面是被冯斌击的 另外一方面 想用这个视频糊弄 把冯斌给吓住 虽然视频里 并没有拍下冯斌换肉的场景 但是冯斌的肢体动作 已经是十分明显了 没想到最终 还是没把冯斌给吓住 只见冯斌满脸得意地望向两人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吧 如果说完了请自便 门在那边 一边说着 冯斌一边直指门口的方向 这时候张凡说话了 他的话说完了 我的话还没说呢 闻言 冯斌满目光投向张凡 不过 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 张凡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在他看来 那手机里面的录像 是他们两个的底牌 两人已经把底牌给打了出来 他不相信 张凡还有什么别的仪仗 有什么话快说 说完了赶紧走 着急和你老婆继续行房吗 从冯斌的面相来看 张凡和马之刚敲门的时候 他和老婆正在行房呢 这也是冯斌开门慢的原因 冯斌面色一变 那眼神里透过了一抹惊骇 他们家的卧室在大里边 门外的人根本不可能听到 这小子怎么知道啊 不过 这疑惑不过是一闪而过 他面色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有些羞脑袋妄想张翻 要你管呢 你针对平山市第一院的院长 还有我这个副院长 即便马院长因为他弟弟的事情 而被拿掉 但是这事并不会影响我 我一旧是医院的副院长 我依然有很大权利 你不要忘了 你的心脏不好 你这样的人应该和医院搞好关系 而不是站在医院的对立面 你能够悄无声息地把肉给换了 我们也可以让你在犯病的时候送你一程 不知道在你看来 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你的职位重要啊 张翻用相补之术 看出了冯斌的身体不好 因为他饥饿宫的位置 有大量的灰色气息 而冯斌的心脏病 则是张翻从伊犁角度 才看出来的 听到张翻这话 冯斌的面色一变 不过冯斌的心理素质还可以 短暂的心惊肉跳之后 他望向张翻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我还不信了 我去医院里面看病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翻过我们医院去年一年的资料 死在医院病床 或者手术室里面的 一共三十五人 但却没有一个被认定为是医疗事故 说着张翻往冯斌的面前凑了凑 难道这三十五个人里 真的没有一个人 是死于医疗事故吗 还是因为女鬼的事情提醒了张翻 不然的话 张翻还真的想不到医疗事故上面 文言 冯斌的心 踢在了嗓子眼 张翻则是继续又说 你说你如果死了 你校中的这个局长 他能抱你甚远吗 冯斌惊恐地看了一眼张翻 陷入沉思里 他就生活在平山市 而心脏病又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病 他生命以后 平山市第一院 是他唯一的选择 大概过了五分钟 冯斌也没有说话 一直在那搓手 当然啊 如果你认为你的职位比较重要 那咱们就没得谈了 马之勇当了这么多年院长 岁数也大了 被开除 那就被开除好了 他弟弟也做了这么多年买卖 也赚了不少钱了 即便被触罚 也伤不了什么根据 他完全可以另起炉灶 再干点别的买卖 可是你就不一样了 这大好的生命 说不定哪一天就没了 多可惜啊 张翻显得十分的惋惜 随着你的年龄一天天变大 你这发病的几率 则会越来越高啊 听到张翻的话 风病一愣 他虽然没有回答 但是却被张翻给说中了 哎呀 这么一来 说不定马之勇还没有离职呢 你就先离世了呀 冯斌看着张翻 嘴唇发干 狠狠咽了口唾沫 好了 我看你也没有意思要配合 那我们不打扰了 走了 一边说 张翻一边起身 马之刚也一同站起身来 而后 两人便朝外面走 张翻和马之刚的背影离他越远 冯斌便感觉死神离他越近 就在张翻和马之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冯斌再也压制不住 他内心的惶恐了 张院长 请稍等 听到冯斌的话 张翻脚步一顿 不过 却并未回头 我 我可以为马之刚作证 证明我们局长 是在陷害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